包装上清楚写着纯天然汉方 标榜附有中药成分的卫生棉 目前市面上种类繁多 主打功能性 价格也比较贵 小机会特别调查市售25件产品 发现有4件不合格 没有清楚标示使用和保存方法 市面上的产品越来越多元 那政府的这个国家标准呢 会不会太落伍了 业者提供出来的产品呢 诉求了这么多的一个功能 政府要不要好好的去定一些标准 由于目前市售中药卫生棉 中药只是附加成分 因此没有纳入主要检验项目 但就怕每个人体质不同 中医师建议还是不要加汉方成分 毕竟使用上直接接触女性私密处 容易被人体吸收 我个人认为还是建议不要加汉方的成分 因为汉方的成分它经由卫生棉 就是经由体内吸收以后 就是其实是会对复刻和内分泌造成影响 添加这些成分对我们人体 对女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因应产品使用成分的多样性 消机会呼吁政府 应增订卫生棉检测相关规范 业者在研发新产品时 也没有相关依据 让消费者购买使用更有保障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刘湘亭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面的接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